农历的12月初八纳日为释迦牟尼佛成道之日 而为了庆祝佛头成道 传统民间里有食用喇叭粥的习俗 那么在29号上午 佛光山、月光寺、如禅师父以及多位的师姐 特别准备了150份热腾腾的喇叭粥来到了施工所 市长魏嘉贤是结成的感谢四方和协会的用心 期盼大家能够通瞻法喜 面怀佛头的狡化 农历12月初八纳日 月光寺如禅师父和师姐们带着150份的喇叭粥 来到华联施工所和大家分享 因为今天我们为了庆祝佛陀成道日 那我们寺院都有组喇叭粥跟大家结缘 一方面把佛陀成道的这个欢喜的讯息分享给大家 二方面也希望大家吃了这个粥能够平安吉祥 市长魏嘉贤感谢月光寺的师父们 用心为公所同仁和洽工民众 准备充满爱心的喇叭粥 让大家可以享受美味健康的粥品 也可以了解背后的意义 今天非常谢谢月光寺的师父 还有我们所有的师姐一起把喇叭粥送到花联施工所来 那我们知道每年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 在12月8号 那我们的所有月光寺的伙伴们 都会在这个时候来自证喇叭粥 那希望我们所有的同仁都能够补补元气 那来年能够有一些好福气 那在此也要谢谢月光寺 我们的所有师父跟所有的师姐这么用心 那我们相信有这个喇叭粥之后 我们每一个新的一年展开新的工作的时候 都能够更加使劲为市民继续来打拼 在此要代表所有的公所同仁 还有市民朋友 谢谢过去佛光山、月光寺对于花联的贡献 在此感谢他们 市长亲自奔送喇叭粥给每一位公所同仁 还有钱来洽工的民众 希望大家可以享用到充满法喜的喇叭粥 节善园 也期盼可以让社会大众了解节日的意义 缅怀佛陀的教化 这一会欢迎是报道